好,我们放两个NAT 上去 这个,一样我们还是叫 PTD 好,那这是那两个NAT 的代表 再来再放一个 SOR 所以我们再放一个 SOR 那这个 SOR 一样用 2 来延伺 这是,这个是 N1 N1,N2 然后这是 SOR 然后呢,它的输出呢,就变成是 output 叫out 然后它的输入是谁 它的输入有两个,对不对 一个是 NCLK NCLK 这里多了一个 D 1 一个是 CLK 2 不对哦,它的输入不是这里 它的输入一个是 CLK 另外一个是 NC,不对, CLK 2 OK,好,就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宣告了,一样 是这个宣告,它的输出,OK 输出,这就是 P 了 好,那我们去 monitor 它 去 monitor 它 就是 CLK 和 P 好,也就可以了 50,OK,好 其实这个可以这样写了,这样写会更短 initial,就直接在500的时候就finish,可以 好,那这样 好,每50 CLK 加1,或者是 CLK 等于 NOT CLK 也可以 好,把它存起来 这个叫 PTD2 点V 那我们把它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 dump file 也改成 PTD2 叫一次 哦,我应该输出到 PTD2 好,这时候呢,它有个问题 它的输出全部都是 Z 这一看就是有问题 Z是指高阻抗的意思 所以我看一下我们这边 out 哦,这里错了 这个 P POS 这个名字叫 P POS 是不对 另外我其实应该要宣告 wire 才对 wire nclk1 clk2 好,out就不用了 好,应该这样宣告 好,这下有 好,这下有人输出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图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图 这样子,一直在震荡 但是呢 这个 nclk1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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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两个反杂的输出 所以它是跟它反向 等一下 不对,这是第一个反杂的输出 诶,等一下 clk2 诶,有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 有写错 诶,你说哪一个 哦,这里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clk1 诶,哪一个错 上面,这里吗 n2,这一个 输入是 输入是 啊,输入是 nclk1 ok,这样子 比较对 好,对对对 这个输入是 nclk1 没错 很好 大家头脑都很清楚 我头脑模糊了 好,那这个要重载一下 先弄这个 再来是nclk 再来是clk 再来是out 这样子,顺序比较对 好 ok,clk进去 然后经过一个反杂之后呢 它会有一点延迟 对不对 那在经过第二个反杂之后呢 它还是会有一点延迟 不过它已经反反之后就回来了 回来 就变 跟这一个几乎一样 但是 只有一点落差的波形 那 这个out呢 就是这 clk和clk2两个做SO 那因为它有一点延迟 所以在这个延迟的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毛刺 在延迟的地方产生一个毛刺 那所以它变成一种 就是正负边缘同时侦测的脉波侦测器 好,这样看得清楚 正负边缘同时侦测的脉波侦测器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题 要各位画的波形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